接著 像是這個主要這個扣環 像是主要這個扣環 像是主要這個扣環 也是金屬的真的是 像主要這個扣 像主要這個快扣設計 它也是金屬的材質 就真的是摸起來還蠻讚的啦 像是主要這個快扣設計 像是主要這個快扣 它也是金屬 像是主要這個快扣設計 像是主要這個 像是主要這個快扣 像是主要這個扣環的石 像主要這個扣環也是一樣 金屬的材質 摸起來真的是超讚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背包裡面 WTF 像主要這個 像主要這個扣環的材質也是一樣 金屬的材質 摸起來還蠻讚的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我們內部的設計 還有我們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個背包 哇塞 這麼酷炫 OK 所以這個主要的隔層呢 主要隔層有雙層的保護 就是一個是這個外面的這個扣環的部分 那你扣環打開之後 你還有要把這個拉鍊拉開 你才能拿到裡面的東西 這還蠻酷的 這還蠻酷的 哇塞 這個背包真的是有點酷 他是這樣側開的 還蠻特別的 側開的 我還沒看過 這兒 這是什麼 做得更多嗎 我們先蠻酷上吧 所以 上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為這個背包組 因為這個背包如果這樣展開 它其實深度還蠻深的 就還蠻長的一個背包 那所以它有一個側開的設計 所以你可能裡面放一顆筆電啊之類的 就會比較好拿 就不用這樣子從最上方這樣子翻你的背包去找東西或拿東西 你可以直接把它從側邊拉開來 你這樣子拿東西就會方便很多 還蠻特別的設計 那裡面的隔層就 那裡面的隔層就非常非常簡單 就只有一個電腦的隔層跟一個超大的一個收納空間 就這樣子 所以主要就是裡面有一個隔層 兩個隔層 那裡面的隔層其實沒有 那裡面的隔層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主要的收納空間 跟一個電腦放的空間 那裡面的空間其實 那裡面的收納空間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只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跟一個電腦的小小隔層這樣子 那外面就是有外面兩個來輔助你收納分類你的你要裝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再放一點 那裡面的隔層 就好 然後再放一點 這個背包看起來也是蠻安全的 這個背包看起來也是蠻安全的 如果有人要搶你的東西的話 他也只能 這個背包看起來也是蠻安全的 就是如果有人要來搶你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拉鍊直接拉開 就直接拿到裡面的東西 他要從這個主要的扣環先打開 然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拉鍊拉開 拉開到整個下面 他才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安全機制吧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輕易的拿到裡面的東西 就安全拉 他這樣的設計 他這樣的設計其實也蠻安全的 就是你比較不會被別人搶東西 因為很難搶東西 他不可能 那他這種設計其實也蠻安全的 就是很難被別人偷走啊 或是搶東西 就是這個拉鍊拉開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根本拿不到裡面的東西 你要把整個扣環先解開來 把拉鍊拉開來 你才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 算是安全的設計吧 好啦 那整個背包的設計 那整個背包的設計差不多就是這樣 裡面有兩個隔層 外面還有兩個隔層 外面還有兩個隔層 總共四個隔層 讓你來收納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 試試看 放我平常可能會放的東西 然後也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來展示一下 他到底可以放多少東西 進去這個背包裡面 那我們就來 塞進去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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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